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蓝色的杜宾 顺便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杜宾有四种颜色 最为常见的是黑色 巧克力色 还有就是比较稀少的蓝色 最后一种颜色 有没有知道的 大家可以打在评论区 视频的最后 我会给大家揭露一下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条蓝色的杜宾犬 你看它股价非常的粗犷 和这个基本上四指开外 品项也是德系的 嘴比较粗比较宽一点 然后颜色呢是蓝色的 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大爆胸啊 你看这个狗的胸目非常的大 非常的酷 它和罗维娜卡斯罗 其名为三大护卫犬 就是比较冷酷一点的 它不像卡斯罗和这个罗维娜会流口水 这种狗简直就是西装暴徒 像黑色和巧克力色比较常见 蓝色的呢 可能一两百条里面才能出来一条 像我刚刚开头说的最后那种颜色啊 基本上是三五百条里面都不一定能出来一条 你看这个蓝色这条狗 身体的结构非常的紧凑啊 股价刚刚给大家也看了 开个四指也是非常的粗犷 耳朵已经修好了 然后疫苗也是齐全的 你们是喜欢口水横飞的罗维娜 还是喜欢身强体壮的这个卡斯罗 虽然这个杜宾完美的避开了它俩的这个缺点 但是啊 它的外观绝对是挺唬人的 成年以后那是非常的拉风 非常的帅 这种狗啊就比较冷酷一点 适合这个大城市里面有个性的人去饲养 小狗非常的漂亮 对了给大家揭秘一下啊 最后的一个颜色是它脚上的这个颜色 大家知道是什么颜色吗 大家可以下面去留言啊